第二十二题 小兰为了探讨同一物体在一体中所受的浮力 做了下图的实验 从下列哪一组实验的结果 可推论浮力与末入一体中的体积有关 这是所谓的控制变因法 控制变因法里面我们研究的是 所谓的操纵变因与应变变因的关系 那么其他因素要保持不变 我要了解的是末入一体中的体积与浮力的关系 所以我就要改变末入的体积 然后去测量我所受的浮力 所以像仪丙丁这三个动实验 是不可能一起来探讨的 因为他们末入的体积都一样 所以他就没有改变我们末入的体积 同时丁呢这个是盐水也是不对的 因为控制变因法除了操纵变因以外 其他都要保持不变 那我们大家都要同样浸在水中 或同样浸在盐水中 所以丁在盐水跟别人都不同 所以答案是不会有丁这个答案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甲跟所谓的乙 因为甲跟乙都泡在水里面 可是他们末入的体积会不同 然后弹簧变的毒素不同 表示浮力不同 所以第22题 我问我们说 从下列哪一组实验的结果 可推论浮力与末入体积 末入乙中的体积有关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C甲跟乙 因为甲跟乙只改变了末入的体积 而去量到了秤出的重量 也就可以知道浮力的多寡 所以我们答案选C甲乙 感谢观看